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们感谢主 所以现在两年来 每一年的招生 北中南招生起来 大概都有一百多个人 来报名接受这样的训练 我们的神学院主要有两个很独特的科系 所以独特就是因为我们训练的内容的独特 神学院本科主要是把三方面能够整合 第一个是福音的真道 这是一般神学院都会强调的 但是在灵恩的能力跟灵修的生命 所以一般神学院比较不是花那么多时间来强调这个 所以我们神学院基本上以使命神学为中心 希望能够结出很多的果子 这些果子就是融合了福音的真道 还有灵恩的能力 以及灵修的生命 希望能够训练出在生命生活工作 团契 学士以及服饰方面都能够平衡的 神国的功能来影响每一个时代 我们另外一个科也很有特色 它是一个慕灵智商的寿司科 它主要是整合了心理智商 内在医治跟属灵操练 这三方面都是专业的 要把这三个专业要整合起来也不容易 我们感谢主 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领受 就是希望能够训练出这样的一个人 能够在各方面能够被神使用 他的对象当然就是限制传道人 或者小数量以上的牧养同工 他的方式主要是推荐还有面试 另外是上课是在礼拜一为主 所以我们这样的训练出来 主要是要帮助牧区能够提升牧养关怀的能力 帮助社区能够让我们在社区的接触 我们在社区里面能够开成长团体班 另外在灾区我们可以来帮助一些受灾户 另外在医院里面可以在安宁照顾 灵性关怀方面都能够尽上一份的力量 我们感谢主 在今年的神使用日是在4月23日下午2点半 在我们的新院区 就是在台北矽谷那个地方 我们现在也在网路上 也有这样的一个网路的招生的QR Code 所以如果你可以拿手机照一下也可以 如果没有你就上网看一下我们的招生网页 你可以更多认识我们学校 我们需要祷告的事情就是这四方面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教师团队需要更多 将教师团队加入 而且在生命在学识专业方面都能够更新 行政管理 因为我们的范围已经到国度领受学院 整个行政管理的范畴就越来越大 而且在整个医化的过程 资讯管理的过程 同工训练过程都需要升级 发展经费要充足 因为我们的经费主要是台北两行来供应 它在每一年的预算大概占5%到6% 这是我们最多的 所以要发展超过这个就没有办法 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另外的管道来奉献 我们就能够有充足的经费来发展 今年的招生 我们求主给我们量多值优的学生 我们一起开口我们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啊 谢谢你 主啊 让我们在二十几年来 主啊 我们的学校经历你极大的恩典的工作 从以前小小的一个神学院发展到国度领受学院 主啊 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们也谢谢你在分院 主啊 让我们看到不断不断的许多神国的工人 能够接受这样的专备训练被你差遣使用 影响这个时代 主啊 我们也感谢你 主啊 你要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一切 主啊 在我们的老师的团队 主啊 求你把更合适的 最棒的 在学业 在生命 各方面 主啊 都能够有专业的能力 又有生命成熟的人带来 主啊 也把整个行政管理来仰望你 主啊 随着我们的服事的扩大 主啊 我们在整个网络资讯的管理 医化 主啊 各方面 主啊 职能的提升 主啊 求主帮助我们 主啊 也让我们在你面前 我们可以看见 主啊 我们所需要的经费是一无所缺 主啊 让我们的学生 在今年的招生也能够看到你 供应我们量多直优的学生 主啊 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更有影响力 改变这个世界的一个神学院 谢谢主这样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们 那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菲律比书 在第三章四到十四节 如果你有圣经可以翻到菲律比书第三章四到十四节 如果没有我们可以一起来看PPT 好 我们现在一起用公经的心来读神的话语 请 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 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 我更可以靠着了 我第八天受割离 我是以色列族汴亚民支派的人 是西伯来人所生的西伯来人 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 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 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 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 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 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 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自保 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 看作粪土 为要得着基督 并且得以在他里面 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 乃是有信基督的义 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 使我认识基督 晓得他复活的大人 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 效法他的死 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 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 已经完全了 我乃是竭力追求 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 所以得着我的 或做所要我得的 弟兄们 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的 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 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 我们祷告 亲爱天父 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啊 我们谢谢你 今天把你的话赐给我们 主啊 你的话像大锤一样 主啊 能够打碎 我们心中所有坚固的石头 主啊 你的话像大火一样 可以烧掉我们心中 所有的杂草跟荆棘 主啊 我们向你求真理的灵 运行在我们的心中 让我们心中 每一个人的心 都是柔软的心田 可以领受 你所要栽种的道 可以结出更多的果子 来荣耀你的圣名 谢谢主 听我们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们 我们今天要一起来 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 叫做改变自己 改变世界 十九世纪 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说 每一个人都想要改变世界 但没有人想过 要改变自己 他的意思是 改变世界之前 必须先改变自己 1969年 美国太空人 阿姆斯状 代表人类 踏上月球 当他踏上月球的 那个时刻 他说 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 却是人类的一大步 我套用他这句话 来看改变自己 改变世界 也就是改变自己的一小步 是改变世界的一大步 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都应当参与在改变世界的行列中 可是问题在哪里 有两个问题 我们需要去思想的 第一个问题 我们真的能够改变世界吗 你们的答案是 yes或no yes 为什么 有没有 这一个标准答案 yes 当然一定是这样 为什么 标准答案是 因为那在我们里面的 比那在世上的更大 只有拥有比这个世界更大的力量 我们才有可能改变世界 所以我们看见 人要飞在天上 人类必须发明一种引擎 他的力量要大过地心引力的力量 我们人类才能够改变 走在地上的状况 能够飞在天上 换句话说 要改变世界 你一定要得到比世界更大的能力 我们才有可能改变世界 要不然我们会被世界所改变 感谢主 那在我们里面的 比那在世界的更大 所以你跟旁边讲说 所以你可以改变世界 不要怀疑 虽然我们不可能 一下子改变世界 但可以一点一滴的改变世界 我们知道只有神 能够一下子改变世界 就好像在创世纪所说的 他用大洪水 一下子毁灭大地 冲走人类 改变了世界的风貌 就像圣上所说的 耶稣再来之前的末日 会有烈焰 烈火焚烧 一切有形式的都要被火烧掉 一下子改变了这个世界的风貌 这是我们的神 祂才能做到的 但是我们的神 不常用这样的方式来改变世界 我们神常用的方式是 透过我们 一点一滴地改变这个世界 所以祂来到人间成为耶稣 祂拣选了十二个普通的人 平凡的人成为祂的门徒 成为祂的使徒 参与在一个 耶稣要改变世界的计划里面 我们真的太有荣幸了 我们这些普通人 这些平凡人 但是却蒙神看上 成为改变世界的人 这就更显出神的大能 为什么我这样讲呢 为什么说神拣选我们这些 平凡普通人来改变世界 更显明是神的大能呢 神可以单独地改变世界 可是祂却不常这样做 祂却使用我们这些平凡人 改变世界 就好像神可以打倒哥利亚 就是哥利亚跟神对打 谁会赢 当然是神会赢 神是比哥利亚更有能力的神 所以哥利亚跟神打的时候 哥利亚一定失败 可是神并没有直接跟哥利亚打 神就叫大卫去跟哥利亚打 那大卫跟哥利亚身材差了很多 一个有接受军事训练 一个没有接受军事训练 一个手上拿着兵器 一个手上拿着弹弓 这根本就是不成比例 可是神却使用大卫打倒的哥利亚 这叫做神的大能 所以这更显明是神的大能 阿们 神使用我们平凡的人改变这个世界 这更显明是神的大能 如果只有神自己出手 那本来就很有能力 它是全能的神 那也没有什么好看的 因为本来就会赢嘛 你去看比赛 你都已经知道输赢 你还要看 所以我要讲的是什么 就是你我是改变世界的一个器皿 第二个问题 那我们真的能够改变自己吗 答案是yes或no 这次你们错了 这次是no 为什么no也有圣经的依据 在耶利米书提到 古诗人岂能改变皮肤呢 抱岂能改变斑点呢 若是能 你们这习惯行恶的便能行善了 神透过先知耶利米对人说话 说我们人是没有办法改变习惯犯罪的事情 就好像非洲的古诗人 就是伊索比亚的黑人 他们不可能改变他们的皮肤 成为白皮肤 就好像抱他不可能改变他的斑点 成为一个没有斑点的抱 同样的在圣经上告诉我们 所有的人类都有罪性 也就是说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面 只等到神的救恩显明 所以我们不可能改变我们自己的罪性 我们只能够得着新的生命 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废掉罪性 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看看我们的生命的深处 其实都是有罪性的存在 那是我们的救人 那我们领受的新生之后 我们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 是从神而来的生命 而这个生命就让我们具备改变世界的能力 所以当保罗还没有认识主之前 他要往大马社去捉拿基督徒 迫害教会的时候 他在路上遇见了复活主的大光 然后他整个生命就有了非常奇妙的翻转 我们看到这就是保罗的见证 我们无法改变自己 直到与神相遇 所以我们不可能改变自己 除非我们与神相遇 所以保罗与神相遇的经历 不但使他得着在基督里的新生命 而且成为改变世界的人 今天基督徒我们得救之后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的目的不应该只是说 信耶稣得永生上天堂 我们的目的应该是改变这个世界 如果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是 信耶稣得永生上天堂 我的祷告就是主啊 那我们现在所有人瞬间被提到天上 在天上好得无比 不要再活在地上了 因为这是我们得救的目的 所以大家都应该马上到天上去 可是神并没有这样做 神帮我们留在这个地上 祂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改变这个世界 愿神的国降临在这个世上 愿这世上的国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 阿们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看到 保罗就是这样的人 他不但得着在基督里的新生命 而且他成为改变世界的人 在他第二世的宣教旅程里面 他跑遍了地中海沿岸的许多的城市跟乡镇 他来到的贴萨努尼加这个城市的时候 那里的人称他为 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 搅乱天下 在英文就是turn the world upside down 就是把世界翻过来的人 保罗被神使用成为改变世界的人 但是如果保罗的生命没有被改变 他不可能改变这个世界 人无法翻转世界 除非人的生命先被神翻转 阿们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今天都要明白 当我们被神改变的时候 我们必须在三方面做出改变 我们才有可能成为改变世界的人 如果这三方面我们没有改变 我们不可能改变这个世界 第一方面的改变 当一个人遇见神之后 他一定会产生价值观念的改变 所谓价值观念的改变 好像天平一样 价值观念就好像天平 好像在称重量 他哪一个比较重 哪一个比较好 譬如说我们选对象的时候 我们这一个女孩子 想要选一个理想的背向 理想的男孩子的时候 他可能会有一个条件 叫做高富帅 对不对 他不会找一个矮穷丑的人 如果他这样选也OK 那是他的什么价值的判断 那如果女孩子要选男孩子这样 那男孩子要选女孩子 他可能有不同的条件 有人要选美貌 有些人要有气质 有些人要选有自信的女人 有些人要选什么 有才德的女人 所以每一个人在做选择的时候 他总是牵涉他的价值 判断他的观念是什么 那选工作也是一样 最好的是什么 钱多事少离家境 那这个是大家都在选的时候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价值的判断 那我要讲的是 那保罗在遇见神之后 他的价值观念的改变 是怎么样的改变 那当然关键因素在于 他认识基督 那为什么要特别提这 因为我们要知道 一个人对某事物的价值判断 与他对此事物的认识 是有密切关系的 譬如说我现在手上拿了一颗 钻石跟一颗糖果 我现在拿这两个东西 给一个小孩子选 请问他会选什么 糖果 因为吃下去好甜好好吃 所以他就会选糖果 可是我如果拿一颗钻石 跟一颗糖果给大人选 他会选什么 钻石 因为他认识钻石的价值 我得到这一颗钻石 我可以买一大堆的糖果 我不要只买一颗糖果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牵涉到人的生命 到底我们的生命 是小孩子的生命 还是大人的生命 所以保罗在鼓励哥林多教会的时候 他这样说 说我们在认识主耶稣 这个事情上面 我们不要做小孩子 我们要做大人 因此每次我们谈到改变世界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衡量一下 我们对主的认识 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深度 因为改变世界的强度 与认识基督的深度 是层次正比的 保罗他认识基督的深度很强 所以他改变世界的强度就很深 所以你会发现 这就是保罗他的生命的见证 今天我们都认识基督 我们都得救了 可是不是每一个人 认识基督的深度都是一样的 有些人认识基督的深度 像保罗一样 深知基督的奥秘 所以保罗能够改变世界 是因为他深知基督的奥秘 今天我们基督徒 有很多人并没有像保罗这样 认识基督的深度是够深的 以至于我们改变世界的力量 是软弱的 所以我求主今天透过这个信息 帮助我们 提升我们对认识基督深度的了解 而且会激发出我们改变世界的强度 所以保罗他因为深知基督的奥秘 他的价值观点就有两方面的改变 第一个从有益到有损 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 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 因为他认识基督 所以以前有益的 现在当作有损的 有益的跟有损的 在希腊文的语言文 基本上是讲一个做生意 投资的概念 譬如我有一笔钱 我要去做生意 要投资 我一定会算好哪些条件 如果这些条件我拿捏了好 我投资进去 我赚了钱 这叫做有益的条件 如果我有一笔钱拿去做生意 我评估之后我选择这些条件 结果一投资下去我就亏钱了 这些条件叫做有损的条件 所以赚钱就叫做有益的条件 亏钱就是有损的条件 所以我们看到会计师在看公司 或者教会的账手叫做 损益两平 就表示你的收支是平衡的 表示你管理财务是管理得不错 这个就是从有益到有损的 我们看到保罗他人生投资的时候 他怎么样看到自己是有益的那些条件 他有六个有益的条件 在刚才我们读的经文 第一个他是属以色列族 以色列族是属神的族类 在万族中间 以色列族是非常崇高的族类 因为他属神的 神要透过犹太人祝福全世界 所以虽然他们人数不多 他们的土地不大 但是他们是属神的族类 他们有一种优越感 所以有时候你听到 犹太人他们在圣经里面 或者在这些 犹太人传统里面 他们有说外邦人不是人 外邦人是狗 只有我们是人 因为我们是属神的族类 这个就是他的一个有利的条件 第二 他有尊贵的支派 他是属于贝亚敏支派 贝亚敏支派是十二支派最小的 十二支派里面的老妖 那怎么会是尊贵呢 因为贝亚敏支派是以色列历史里面 第一个出君王的支派 扫罗王就是贝亚敏支派的人 所以保罗以前的名字叫什么 扫罗 表示他的父母取 他的名字叫扫罗 希望他以后像扫罗王一样 在他的生命的不同的发展过程 都是非常杰出优秀的 都是做君王的 第三个我们看到保罗他有益的条件 就是他是纯种的血统 他说我是西伯来人所生的西伯来人 他是纯种 他不是杂种 我们看到提摩太就是不纯 因为他的妈妈是犹太人 他的爸爸是希腊人 他并不是纯种的血统 第四个保罗觉得他很有益的条件 是纯正的信仰 就律法而言 他是法利赛人 法利赛人是非常持守摩西律法 保持纯正的信仰 跟其他的一些 跟随世界潮流的犹太人讲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保罗说就律法而言 我是法利赛人 另外第五个 他的有益的条件是热心的工作 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 他的业绩很好 因为他遵守犹大公会去捉拿基督徒 是逼迫教会 他业绩超好的 他抓了很多基督徒 关闭很多教会 所以他热心工作 这个人是当时 犹大公会聘请的 非常杰出的员工 所以我们看到第六个 他有高尚的品格 他说就律法的意义来讲 我是无可指摘的 你要从我的行为 我所说所做的 找到我哪一点不符合摩西律法 你找给我看 你找不到的 无可指责的 所以高尚的品格 各位 如果你是犹太人 你是开一个犹太人公司 请问这样的履历表 你会收他 一定收他 对不对 你公司赚到的 而且你还计划要把他 以后升为主管 所以保罗是非常优秀的 如果从他刚才所说的 这六个条件 那他投资他的人生 他一定是赚的 因为每一个公司 都会希望能够录取这样的人 那我就想到 我在追谢师母的时候 我也有很多好的条件 有益的条件 可是我追谢师母的时候 就踢到铁板 他都不领情 你知道其实我 追谢师母的时候 我很有自信的 因为我是有很多 有益的条件 至少我有六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你们看看 我上面是有益的条件 追女朋友 我这些条件 一定会追上的 第一个 我是我们全校 这个医学系第一名毕业的 请问这是不是好条件 好耶 对 谢谢 掌声鼓励 谢谢 第二个条件 我是班代表 请问一班只有几个代表 一个班代表 对不对 第三个 我是什么 合唱团的团长 请问合唱团几个团长 有团长 第四个 我是我们在全台湾的 医学系的 这个合唱团的 第一届的观摩会 是我主办的 这样是不是 也是一个条件 第四 第五个 我人缘也不错 这也是第五个 第六个 我长得也不错 所以你会发现 我这么多条件 然后我追女孩子 怎么会追不到呢 对不对 结果我一追 谢师母之后 我就踢到铁板 因为他是基督徒 我是一贯道的道亲 我是妈祖的信徒 我是官公的义职 我是佛学研究社的社员 所以两个人 交往怎么会成功呢 他想改变我 我也想改变他 他想改变我 成为基督徒 我想改变他 成为一贯道的道亲 知道我的意思吗 所以两个人 没有办法继续谈下去 因为他觉得 如果跟我交往的话 他必须放弃他的信仰 他就觉得不愿意 但是我还是不放弃他 我就继续地追他 要跟他约会 他就不答应我 后来终于答应我 第一次答应我 说要跟我约会 我就太高兴了 我就好 我们出去吧 所以我们就在公园走 然后他就跟我谈 他说别人认为 有的好条件 你都有 我认为最重要条件 你却没有 我听不懂 好骄傲的女人 像我这么好的人 你居然不想要 什么最重要条件 你知道他为什么说这样 因为我是学医的嘛 请问我有没有好条件 有啊 我以后当医生 嫁给我不愁吃 不愁穿 住豪宅 开跑车 世界旅游 这样不好吗 难道你不嫁给我吗 他说这些好条件 我都知道 但是我认为最重要条件 你没有 就是你没有上帝的爱 我就认在那里 你太骄傲了 像我这样的人去哪里找 你居然不要我 他也说我太骄傲了 这么好的上帝 你就不要 所以两个骄傲人 没办法凑在一起 所以我们就分手了 所以第一次的约会 就是恋爱的结束 这真是我最大的 心痛的时刻 但是神很奇妙 神后来改变我了 但是今天我没有时间讲 对不对 所以下次你请我的时候 我再讲给你们听 就是这样子了 好 所以意思说 我以前当作有益的 在谢师母的眼中 都当作什么 有损的 这样知道我的意思了吗 所以 这就是我们的价值观念 会改变 另外 保罗他的价值观念 不但是从有益的 变成有损 而且从有损的到丢弃 这个不一样 从有益当作有损 基本上是一个 思想层面的问题 从有损到丢弃 是一个行动层面的 一个问题 所以保罗说 不但如此 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 因我以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 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 他不但把万事看作有损 他还为了得着基督 而丢弃万事 所以我说当作有损是 思想上的一个考虑 丢弃万事是行动上的表白 那这不简单 对不对 这不简单 这是更深的 更进一步的 一个价值的选择 我就想到谢师母 当时她拿着我的情书 要做一个重大决定的时候 她的一个心理的感受 你知道我写情书 是写得非常勤快的 我有时候写两张 有时候三张 有时候五张 有时候十张 每一个礼拜都写一封过去 这是以前她每一天都写的 所以你会发现 我写情书是非常殷勤 而且文笔也超好的 因为我写文章也不错了 所以她每次看 其实都有感受 可是当她要做决定 要跟我交往之前 她就在神面前有祷告 主啊 她的好条件这么多 但是我认为 最终的条件她没有 主啊 我应该如何选择 她会这样祷告 然后那一天 她跟我谈判完 她回到家 她要跟我说分手 对不对 她就拿起我的情书 她不是在看 她是在祷告 她说主啊 我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人 你来改变她 然后她拿起情书 她就唱一首歌 我宁愿有耶稣 胜过泄洪中 她当然不是这样子 但是呢 她的意思就是这样子了 就是这个意思 我宁愿有耶稣 胜过泄洪中的意思 所以她就把我的情书 就搭直达车 直达垃圾桶 看作粪土 这叫做行动力 所以呢 你在头脑只知道说 哦 耶稣很棒 是自保 但是却没有行动 那对不起 那不算数 你只是知道 但是你没有采取行动 所以丢弃很不简单 对不对 所以保罗丢弃 他真的有行动 所以我们看见 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价值观念改变到一个程度 一定要采取行动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 如果你真的 以耶稣基督为自保 你一定会什么 采取行动 也就是在天平的这一点 以耶稣基督为自保的时候 你一定会采取行动 你就会把以前有益的当作有损的 然后你会丢弃万事 为要得着基督 这个是一个真正以认识基督为自保的人 他应当做的事情 那我就问大家 请问你有这样子吗 我就想到那时候 我要离开台大医院的时候 我去办离职手续 办离职手续 那些行政人员看到我办离职的时候 心里面就很纳闷 为什么我要离开这个肥缺 他说你这是肥缺 为什么你要离开 大家都挤破头 想要得着这个肥缺 你却要放弃这个肥缺 我就跟他讲说 这是我的决定 我讲不清楚真的 因为我的肥缺是什么 我的肥缺是我同时是 台大医学院的讲师 也是台大医院的组织医师 我同时是有教职缺 还有医院的组织医师的缺 这样的一个职务 两个我都有 所以我的心知是比较高一点 也就是说 大家都想要抢这个肥缺 你却要放弃 他说他想不通 因为在台大医学院当组织医师 不一定能够在台大医学院 当教授 当讲师 不一定 他要被聘请才能够 所以当我听到他问我说 我为什么要离开的时候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只能露出喜安和的微笑 这样子 为什么 我不能说 因为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自保 我刚才听不懂 你要去看精神科好了 什么基督耶稣为自保 我要吃饱 管你是什么自保 所以你就知道 这就是价值观的 是真的有改变 是真的丢弃 请我丢弃医生的工作 容易不容易 当然不容易 因为医师的社会 对跟收入比传道人更高 所以当然我不会那么容易 就放弃我医师的一个工作 但是当我以耶稣基督为自保的时候 我就愿意 所以很多人听到我这样做决定 他就说 他一定怎么样 这个遇到很多的痛苦 在医院就混不下去了 所以看破红尘去当阳和尚去了 我告诉你 No 我不是看破红尘去当阳和尚 我是看见耶稣基督是我的自保 所以我转换人生的跑道 Amen Amen 这是神在我身上的工作 所以我不是看破红尘 我是看见自保 你呢 你有没有这样的看见 如果有的话 我相信 这就是你价值改变的名证 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就是这样的 他遇见神之后 第一个改变的就是他价值观的改变 第二个改变是思想模式的改变 有两种的改变 第一个是从靠行为到靠恩典 保罗以前他说 我是靠自己的律法 我靠律法是称义 但是他说现在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 乃是有信基督的义 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 也就是说 对保罗来讲 这是一个很大的思考模式的改变 对以前的保罗来讲 他能够在神面前称义 是因为他凡事都谨守遵行神的律律 典章法度 可是现在认识耶稣基督 他突然间发现 他不能够再靠行为称义 他必须靠恩典 称义 这叫做他从行为导向的模式 变成恩典导向的模式 我们大多数人是活在行为导向的模式里面 我们要有好的行为 好的表现 人家才会欣赏我 肯定我 提拔我 接纳我 那我如果表现很差 他们就不会欣赏肯定接纳了 所以我们基本上每一个人 在从小成长过 是受到世界的影响 是行为导向的模式 直到我们遇见基督 我们才发现是恩典导向 所以行为导向就是说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你一定要有所表现 你才有午餐可以吃 但是在恩典导向里面 你没有表现得这么好 神还是接纳我们 肯定我们 欣赏我们 所以你会发现 彼得三次否认主 后来耶稣复活之后 他又去捕鱼了 然后整个晚上都没有捞到半条鱼 耶稣就跟他们讲说 往右边下往捕鱼 他们就捞到153条大鱼 然后说小子们 你们饿了可以上来吃早餐 所以就已经把烤好的饼跟鱼 就放在他面前 来吃早餐 请问彼得这一餐吃的是什么 免费的早餐 天下有白吃的早餐 耶稣有没有跟他收费 没有收费 所以你会发现恩典导向 跟行为导向有很大的不一样 所以保罗说什么 即使是要拿点个夸口呢 没有可夸的 用何法 没有的呢 是用立功之法吗 不是 乃是用信主之法 意思是什么 立功之法就是靠行为得救 信主之法是说 得救是本乎恩 也应得信 立功之法是说 好行为是得救的原因 信主之法 好行为是得救的结果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思考模式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基督徒 我们以前还没有信主之前 我们常常是 积功德的一种想法 就是积点数 当我们点数积到一定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换奖品 那积功德的一种 积功德的一种 就可以换一些奖品 但是我们看到 信主的跟没有信主 他们都会有好的行为 不过他的原因是不一样 他的这个动机是不一样的 基督徒有好行为 他是我们得救的什么结果 那非基督徒他有好的行为 是他是他得救的原因 他认为我有好行为 才能得救 所以你会发现 这就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 思想的模式 所以保罗他就从这一个模式 跳脱出来了 他从靠行为变成靠恩典 第二 他的思想模式的改变是 从为己活到为主活 他说我认识基督 就晓得他复活的大能 并且晓得与他一同受苦 效法他的死 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 在这里我们看到 很重要的一个提醒 两个晓得 第一个晓得 就是晓得他复活的大能 第二个晓得与他一同受苦 这个就是为主活的表现 你怎么知道你是为主活 就是要这两个晓得 而这晓得不是头脑的知道 而是生命的经历 换句话说 我们头脑知道耶稣复活 头脑知道耶稣为我死 为我受难 这样的头脑知道 不代表你是为主活的人 为主活的人是在生命里面 与主同定十字架 然后一同经历主的复活的大能 这是在生命层面 实际的经历 像保罗的一生 常常为主的缘故 被逼到一个死的地方 后来神又让他活过来 所以他生命里面流露的是 他常常与主一同受苦 他也常常经历复活的大能 所以这是保罗 他从为己活到为主活 我们知道 我们大多数人都是为自己而活 我们热心这样工作 我们热爱我们的家庭 其实很多想起来是为自己 我们并不是真的为基督的缘故 所以你会发现保罗说 耶稣基督替众人死 乃是叫活着 那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而活 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 所以我们现在 如果在生命上有所经历的话 我们还是热心工作 我们还是热爱家庭 但是我们的动机就不再是为自己了 而是为主活 也就是我为主活 所以我要热心工作 我要热爱家庭 以前是为自己活 也是热心工作热爱家庭 可是现在完全不一样的 那一个动机跟内容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我们要说 耶稣爱我为我死 我爱耶稣为他活 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要改变世界 我们一定要有的认知 所以跟旁边讲说 耶稣爱你为你死 你爱耶稣为他活 这是你说给别人 最好说给自己 我们现在说给自己 耶稣爱我为我死 我爱耶稣为他活 这是第二个保罗的改变 第三个保罗的改变 就是人生目标的改变 遇见神之后 保罗的人生目标 有一个彻底180度的翻转 他以前是逼迫教会 杀害基督徒的 但现在他是建造教会 造就基督徒的 他说我以基督耶稣 为我的至宝 我向着标杆至宝 为要得着基督 那这个得着基督 成为保罗奔跑的标杆 他就是向着这个标杆 要得着基督 那这个有两个方面的改变 当一个人真的 想要得着基督的时候 他必然会有两方面 人生目标的改变 第一个就是从个人梦想 到神国使命 英文有一句话说 If you have life you have purpose 就是只要我们活着 有生命 我们一定有一个目的 在活 换句话说 人不是只是活着 人活着一定有一个目的 跟意义 到底我为何而活 我人生的目的跟意义是什么 我们会寻找这个答案 那不管是基督徒跟非基督徒 都有这样的一个purpose 所以保罗以前 他还没有认识耶稣之前 他有他个人的梦想 你知道保罗 如果我给他贴一个标签 他是怎样的人 就是叫我第一名 叫我第一名 也就是说我给保罗贴一个标签 叫我第一名 因为保罗他从小到大 都非常杰出 非常优秀 他拜加玛列为他的老师 加玛列是当时最有名的拉比 他在他的手下受教 所以对保罗来讲 他说我比同辈的年轻人 更有长进 意思说他将来要成为 最有名的拉比 他有个强烈的企图心 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另外他在整个法利赛人的里面 他也是非常的有表现 他在分别为圣 他在遵守神的律法 都是非常杰出的 所以也是在法利赛人的圈里面 是被看中 他以后很可能会成为 法利赛人里面的 非常重要的领袖 也就是说他里面有一个 个人的梦想要实现 可是他遇见耶稣基督 他整个个人的梦想 就完全地被改变 是以神国使命为他的生活的中心 他是外邦人的使徒 所以我们看见的保罗 在信主之后 他还是第一名 叫我第一名 我在信主以前 我要成为最优秀的拉比 我要成为法利赛人的最高的领袖 这是叫我第一名 信主之后他还是叫我第一名 他说在罪人中 我是罪魁 也是第一名 在罪人中 我是最优败最差的那一个 就是说他也是第一名 所以我要讲的是什么 他从那个时候开始 他整个生命 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翻转 他说不是我已经得着 已经完全 还是竭力地追求 或者可以得着 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 或做所要我得的 这个翻译不太容易翻译 到底是基督得着他 还是他得着基督 这两个 好像不太容易翻译 但是在原文不能翻译 其实它是有两面的意思 就好像是彼得 他行走在水面上 看到风浪很大 他说他害怕 他就掉下去 然后就祝他救我 当耶稣身处 拉住彼得的手的时候 请问是谁拉住谁的手 是彼得拉住基督的手 还是耶稣拉住彼得的手 互相拉住 对不对 是互相拉住 从耶稣的角度 还是他拉住彼得的手 从彼得的角度 是他拉住耶稣的手 所以在这边也是 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 跟所要我得的 这是一体的两面 当我们说 耶稣基督拉住我的时候 是他救了我们 好像他拉住彼得的手 就把他救上来 所以耶稣基督的手 拉住我们 他救了我们 但是我们的手 拉住耶稣 我们被得救之外 他还要拉住我们 到改变世界的行列 也就是要我们去得着 他要我们得的 就好像保罗 他爬起来之后 他问了两个问题 他在大马赛的路上 碰到大光 他第一个问题 就是主啊 你是谁 这是认识基督的问题 第二个 他说主啊 我当做什么 这是改变世界的问题 所以每一位基督徒 我们都要常常问自己 这两个问题 主啊你是谁 让我更深地认识耶稣基督 因为改变世界的强度 与认识基督的深度成正比 主啊我当做什么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不是我要为你做什么 所以我们要看到 每一个基督徒要改变世界 一定要常常地 问这两个问题 而且要说主啊 不是我为你大发热心 要你做这个 而是主啊你到底 要我为你做什么 因为我们自己大发热心 为神做什么 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 我们就会很灰心 很沮丧 甚至想打退堂鼓 可是当我们清楚 知道神要我们为他做什么 即使遇到挫折 我们是越挫越勇 所以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看到我们 在人生目标的改变 就是我们会放下 我们的这个个人的梦想 去成就神国的使命 第二个我们会放下地上的掌声 到天上的奖赏 所以保罗说 我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到神在基督里 从上面招我来的奖赏 所以你会发现 这真是太棒的一件事情 我们天上是有奖赏的 但是如果从实际的 我们人的特质来看的话 我们都喜欢听到掌声 其实大多数的人 我们都很希望能够听到掌声 我们不希望听到虚声 为什么 因为我们靠着掌声 我们可以更多地肯定自己 接纳自己 欣赏自己 可是如果虚声士气的时候 我们好像是被否定一样 我们好像不被接纳一样 所以我们当然都是很希望 听到掌声 这是无可厚非的 可是如果我们要改变世界 这个世界不会给你掌声的 因为你要改变世界 你必须先改变自己 像耶稣基督一样 请问耶稣在世界上 有没有人很多给他掌声吗 我告诉你 耶稣在四福音书里面 很多听到的这些宗教领袖 政治领袖给他都是虚声 因为在十字架上面 没有掌声 只有虚声 可是他却是 得到天上奖赏的必经之路 所以你会发现 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一定要了解 在地上 有千万个粉丝给我们按赞 还不如天上的耶稣 给我们按一个赞 说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如果你听到主对你说这一句话 就够了 因为胜过你千万的粉丝 在粉丝页里面给你按千万个赞 还不如耶稣对你说一句话 这就是我要说的 我们如果真的人生目标有改变 地上的掌声就不会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个人的梦想也不会是我们的目标 神国的使命跟天上的奖赏 才是我们的目标 所以我们看到 我们这么渺小的人 在这么大的一颗地球的上面 我们怎么可能改变这个世界呢 除非我们先改变自己 但是我们不可能改变自己 除非我们与神相遇 当我们与神相遇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会改变 就是价值观念的改变 我们以前当作有益的 现在当作有损的 我们把以前有损的也当丢弃 为耶稣基督看作粪土 我们第二个改变是思想模式改变 我们不再是靠自己的行为 我们是靠恩典 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 我们是为主而活 我们的人生目标也改变了 我们会放下我们个人的梦想 我们会追求神国的使命 我们会不再看重地上的掌声 我们会看重天上的奖赏 所以当我们与神相遇改变自己 我们这三方面一定要改变 所以你听完之后 你要问自己 这三方面有没有真实的改变 你有真实的改变 世界才会改变 要不然不可能的 我们等一下就是要看一段 我们的校友 灵神的校友 我们过去二十几年来 所训练的校友 他们散布在世界各地 他们改变了这个世界的风貌 不是因为他们做得很伟大的事情 而是他们一点一滴地 从他们四周的人开始做起 所以当你看的时候 你会看到我们一些校友 散布在不同的地方 其中有一位校友 着应学宣教师他已经去世了 他服侍太北新生命福音戒毒中心的那些孩子们 把他的生命投资在这些孩子身上 后来他罹患癌症过世 他把他的身体就烧毁成为骨灰 就洒落在湄公河的那一边 他没有埋葬在台湾 他虽然是台湾出生的 可是他说不要把我的骨灰 洒落在湄公河沿岸 因为他有湄公河六国宣教的意象 他希望在他活着的时候能够看到 湄公河沿岸的六个国家 都有宣教的据点 虽然他离开世界的时候还没有看到 可是他有一个信心 他说我虽然没有看见 但是我的骨灰要撒在湄公河河 他要做我的见证 有一天我的骨灰会见证 湄公河沿岸的六个国家 都有新生命的据点 这是他的一个见证 那我们看的时候 我们用祷告醒来看 求神透过这影片对我们说话 是因为五个故事 我们其实有好处 我们在开拓的第三个 到时候 我们上车的时间 我们下车的时间 我们下车的时间 好 am 我自己态度真的烂到不行 很有大小姐脾气 然后什么时候生气 然后叫不顺而言我就生气 然后这些哥哥姐姐 就教我们懂得怎样去爱一个人 然后懂得怎么原谅一个人 然后这些妹妹就改变了 台湿是一个非常破碎的地方 当上一代的这种酗酒 暴力 赌博 使徒的这些问题 最辛苦的就是她的下一代 当我们开始在服侍这些孩子的时候 这些孩子的生命 渐渐地感受到那个爱 当他们生命改变的时候 他们家人都会觉得蛮惊奇 蛮惊讶 他们还是为什么可以 有这种一些新的心思 新的想法 在林良神学院这三年的学习 我用八个字来形容 爱中 恢复 榜样 传承 在毕业后去到偏远的地方 来做侍奉的工作 做开拓的工作 我们透过一个事工两面门训 用爱陪伴 长期生根 看到这些弱势家庭的孩子 过去是小学生 是受助者 如今他们是中学生 他们已经成为加入助人的行列里面 我们去的时候是因为刚好有一个客服班 他就是预备要收起来 可是他的那个客服班里面 有三四十个孩子 因为我跟牧师 我们其实有很大的想法 就是我们绝对不能放掉这群孩子 这个是我们每一年的感恩餐会 然后我们在准备食材 有上百道的料理 我们每个月都针对家长 然后我们就会做一些亲子的课程 那其实我们期待的是 就是在他们的家庭的当中也可以有所改变 有一年有机会跟灵神去短线到台北新生命的时候 我就在那边看到这些小孩生命的改变 因为有一些仙教士他们付上他们的代价 为神摆上了一切 我看到这些小孩的时候 我非常非常的感动 然后那时候神就把这个感动放在我的心里 这是去年的年初 神允许我们在北苏劳威西省 建立我们第一间收容所 到了那边我们发现 没电没水 我们就挖了一个井 大概五十公尺深 之后我们就开始到比较偏僻的地方 去找一些比较没有这个机会念书的小孩 在他们父母的同意之下 我们就收容了这些小孩 我们非常可恶看到这些小孩子 经历到神在他们身上所受的奇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作词 杨茜 哈利路亚 我们为自己的心来祷告 你把手放在心上 我们为自己的心 能够以耶稣基督为自保来祷告 财宝在哪里 心就在那里 我们需要在我们的心里面 真实的活出 以耶稣基督为自保的 那一个价值观 我们要把有益的当作有损的 把有损的当作丢弃的 这是不容易的 我们为自己来祷告吧 主啊 是的 主啊 我们仰望你 我们每一个人都开口为自己祷告 主啊 是的 求你圣灵 在我们的心中改变我们的焦点 主啊 让我们 能够看见耶稣基督 真的是我们的自保 主啊 让这个自保 主啊 能够笔下 所有其他一些自好的 主啊 我们需要这样的 自保的观念 价值 主啊 以至于我们真的可以 分辨什么是有益的 什么是有损的 什么是可以丢弃的 主啊 是在你面前 蒙你喜悦的 主啊 求你的灵 运行在我们的中间 让我们每一颗心 主啊 真实的能够看到 耶稣的自保 以至于我们真的可以在你面前 成为改变世界的人 主啊 因为唯有把你当作 自保的人 具有能力 能够改变这个世界 也愿意改变这个世界 主啊 求你使用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以耶稣基督为自保的人 都是你要大大使用高模 改变世界的人 主啊 让我们知道 怎么样在世界的价值观里面 做一个正确的判断 主 我们感谢赞美你 谢谢耶稣 我们再来祷告 我们把手放在我们的头上 让我们的思想的模式也被改变 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说 主啊 我不再活在行为导向的模式 让我活在恩典导向的模式 让我不再为自己活 还是为主而活 我们一起开口为自己来祷告 主啊 是的 主啊 我们仰望你 主啊 是的 主啊 求你帮助我 主啊 让我在你面前 不再靠着我的好行为 来获得别人对我的肯定 接纳 欣赏 主啊 是的 主啊 求你恩待我 主啊 让我能够靠你的恩典 主啊 靠你的恩典而活 主啊 一切都是你的恩典 主啊 是的 主啊 让我知道我的好行为 是因为主啊 你是拯救我的神 主啊 是我得救的一个结果 主啊 是的 帮助我 不再靠着功德 不再靠着好行为来过我的日子 主啊 是的 你接纳我的不完全 你接纳我的缺陷 主啊 我感谢赞美你的恩典 是何等的丰盛 主啊 在你的恩典中 我要为你而活 我要为你而活 在你的恩典中 主啊 我要 主啊 全然的摆上我的生命 主啊 因为你为我付出你的生命 主啊 在恩典中 我要付出我的生命 主啊 不再为自己活了 谢谢耶稣 赞美 我们一起起立把双手举起来 一只手代表着我们的人生的目标 是要放下个人的梦想 要成就生活的使命 一只手表示我们要放下地上的掌声 我们要得着天上的奖赏 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 主啊 是的 主啊 我们仰望你 主啊 是的 求你来帮助我们 主啊 让我每一个人 主啊 在你的面前 主啊 我们都能够因着认识 耶稣基督 主啊 我们改变了我们人生的目标 主啊 我们愿意放下我们个人的梦想 我们愿意成就你的使命 主啊 主啊 我们仰望你 哦 主啊 帮助我 哦 帮助我 主啊 让我愿意 主啊 看中天上的奖赏 哦 主啊 胜过地上的掌声 主啊 是的 主啊 改变我人生的目标 哦 不再追求掌声 主啊 十字架是一个没有掌声 只有虚声的地方 但是却是蒙尼所喜悦的 主啊 主啊 求你来工作 哦 主啊 我们赞美你 我们感谢你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谢谢耶稣 dul叔啊 我们赞美你